上一期视频我们分析了高频龙之变后 在司马懿稳定内外局势 平定淮南第一盼 及司马懿司马师父子的权力交接 等几个关键的事件中 司马福必然起到过不容忽视的巨大作用 但仅看史书记载 司马福本人却始终逆影藏形 隐喻幕后 直到司马师执政的第三年 吴太夫诸葛克围攻合肥时 史书中才出现了高频龙之变后 关于司马福的首次记载 当时司马师的统治 正处在风雨飘摇的境遇中 辅政大权刚到手的司马师 十分渴望取得一场对外战争的胜利 来稳固自身地位 因而清帅的决定 以司马昭为主帅 截至王厂 胡尊贯秋俭和诸葛旦 四位都督区统帅大举伐武 结果却被诸葛克在东兴堤杀得大败而归 东兴之败是自曹魏建国以来 最大规模的实力 此前的曹丕 曹真 曹爽南征 司马懿鲁成之败 曹秀石平之败 甚至追溯到曹魏建国之前的曹人 于晋相反之败 和夏侯渊曹操的汉中之败 都未曾出现过如此惨烈的损失 数万主力阵亡 事故堆积如善 曹魏多年来在淮南地区 继续的精锐 一战而折损殆尽 这样级别的伤亡数量 恐怕只有四十多年前的赤壁之战 可以与之相逼 战后 司马师主动承担责任 只罢免了司马昭一个人的爵位 其余所有的参战将领 一概不予追究 但司马师越是心急 就越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不久 司马师命雍州刺史陈泰 即和雍并二州的兵马 征讨枪户 结果却导致了燕门郡 和新兴郡的鲜卑部落 在京剧之下起兵反叛 司马师再次揽下了所有责任 上表谢罪说 这都是我的过失 不能怪陈泰 宽容 这是一个在司马师的性格中 根本就不应该存在的标签 因狠即刻 才是他真实的性格第四 之所以表现得如此大度 纯粹是逼不得已罢了 本来就因为缺乏军功 不能服众 现在又屡屡失利 自己还得位不正 要是再把王厂 胡尊 冠秋简 诸葛弹 陈泰 等这些驻外将领们 必反了 司马师就无能控制局势了 就在司马师焦头烂卧之际 怀南传来了诸葛克 亲率二十万大军 报为河飞新城的消息 对于司马师来说 他已经走到了悬崖边上 这场战役 只能胜 不能败 要知道 此战虽然最终取胜了 但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初 仍然爆发了李峰 张基等人 策划兵变 谋刺司马师的事件 可见 当时形势只凶陷 按理说 既然 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司马师应该举亲国之兵 亲赴淮南 与诸葛克一决此凶 但洛阳暗流汹涌 司马师此时离开 风险很大 再说 司马师也没有指挥作战的经验 合肥城内 只有可怜的三千守军 作用二十万大军的诸葛克 写大圣之威 兵奉正锐 司马师根本没有取胜的把握 如果他亲临战场 却最终战败 局面就更不可收拾了 司马昭的指挥能力和经验 要比司马师强一些 但他刚做了诸葛克的手下败将 再派他去 对士气和军心都很不利 至于把主力大军 身家性命 叫做冠秋剑 诸葛蛋这些将领们手中 司马师就更不放心了 十年已74岁的司马福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站出来临危受命的 他带着从各地集结来的兵马 包括罗阳禁军在内的二十万精锐 开赴怀难 但司马福并未选择继续南下去救援合飞 而是暂时停在了寿春 冠秋剑和文钦等将领 屡次请战都被司马福拒绝 司马福看出了诸葛克 以图围城大员 拒监卫军主力的用心 也知道刚刚经历了东兴大盛的吴军 是其正盛 所以寄希望于利用合肥的坚固 消磨掉吴军的锐气 待其久攻不下 精疲力尽的时候再进攻 其实这么干是有风险的 一旦合肥被攻陷 就弄巧成拙了 我想如果换作司马懿来指挥 多半不会采用这种待办法 但司马福的优点 就是绝不好高骛远的去效仿别人 而是能明智的 选择最适合自己能力水平的方案 司马懿当年在军中的威望 指挥经验和奇迹百出的诡诈 司马福都不具备 在这种情况下 按兵不动 静观其变的策略确实是最有解 一个月后 屡供不下的吴军 已是皮皮多病上下离心 司马福瞅准时机 立即引军离开寿城 禁止合肥城外 诸葛克慌忙撤走 司马福命冠秋剑率兵追击 命文钦带领一支精锐骑兵绕至后方 堵住了吴军的退路 前后夹击之下 吴军溃败 数万人被战杀 你三叔还是你三叔 此生中第一次 也是唯一的一次率军征战 司马福就用一场大胜 要了风光无限的 五激进派领袖诸葛克克的命 并将机遇在司马师面前的所有阴霾 一扫而空 凯旋回事后 司马福再度隐退 第二年初就爆发了 吴冯张基 萧玄等人谋刺司马师的政变 参与者全部被一灭三组 连同皇帝曹芳也被司马师所废 在撑给郭太后请求废帝的奏章中 尚书令 太尉长设剑侯司马福名列第一位 但他只是挂了个名 并未参与谋划 不管是当年司马懿的诸灭曹爽 亡灵 禁锢曹姓宗亲 还是如今司马师的灭族吴冯 下午选费力皇帝 司马福的态度 向来都是既不劝阻 也不参与 装聋作哑 置身示爱 不过曹芳离宫时 司马福难得的露了一次面 他主动带着数十名大臣 前来相送 哭得涕泪横流 极其上心 两个月后 冠秋剑在寿春起兵 宣布讨伐司马师 在座表中 冠秋剑对司马福一顿猛话 盛赞他忠孝仁义 并表示愿意用力他做太傅 希望借此来孤立司马师 但司马福没有任何表示 当时司马师眼上的流子 刚刚各处 很多人都建议他在家休养 让司马福去评判即可 但出于维护自己 在家族内部权威的考虑 司马师最终还是决定亲自前往 乱平后 司马师死在了续唱 司马昭即为大将军之志 此前 皇帝曹毛曾意图趁机收回兵权 因此司马昭虽然有惊无险的 坐上了辅政大臣的位子 但刚刚上台的他 地位并不顽固 偏偏就在这时 姜维兴兵被罚 在逃水西岸 大败雍州刺史王精的主力 斩杀魏军数万 并包围了敌道城 本来有郭怀在 雍梁二周的军务 不需要司马昭双审 但好巧不巧 郭怀与司马师几乎在同时去世 司马昭不敢怠慢 吉调邓爱 胡奋 王密等将领 西晋 与刚刚升任 郑熹将军的陈泰 会合迎战将位 但将领们 都去敌道解围了 长安的政务军务 也需要有人助持 还要防着蜀军 偷袭观众 再说陈泰刚接任 雍梁杜杜去主帅 过怀的旧部 及从外地 调去的邓爱 胡奋等将领们 也未必欣赴 司马昭急 派一名德高望重的统帅 去长安坐镇 为陈泰等人的大军 做后援 于是76岁的司马昭 再次领为授命 以太魏之职 前赴长安 截至诸军 不久 陈泰将将为逼退 司马昭也返回洛亚 被拜为太父 成为曹魏 及中瑶和司马懿之后的 第三人 也是最后一人太父 此后五年 司马昭再次销声匿迹 不问世事 直到公元260年 曹某在洛亚的大街上 被假冲尸杀 司马昭闻须后 一路小跑着赶来 趴在曹某的尸身上 放声痛哭 一边哭 一边哀嚎的说 陛下被杀 都是臣的罪过 随后 司马昭逼着郭台后 吓着污蔑 废除其皇位 以平民身份下葬 使司马昭带头上表 最终以诸佛王的规格 暗葬了曹某 此后又15年 都没有 关于司马昭的记载 公元265年 司马昭受善登基 魏地曹焕被废为陈流王 离开洛阳时 又是司马昭赶来相送 他拉着曹焕的手 流着泪不住的叹息 司马昭对曹焕说 陈死之日 故大魏之纯尘也 由于司马昭拥有 无与伦比的威望 备份和功训 司马昭拜司马昭为太宰 绝奉安平王 这是西晋建立之初 唯一的一个大国诸佛王 他突破了大国诸佛王十亿 最高两万户的限制 司马昭的十亿 竟然达到了四万户 官职和爵位同时登峰遭集 风无可封 而且司马昭太宰的官职 并不是虚的 而是迟节 督督中外驻军事 且拥有开府知事之劝 现在我们可以来回答 上一期视频 开头提出的问题了 司马昭的立场 究竟如何 高平灵之变前 不存在战队问题 魏国和司马家族的利益 是一体的 司马市戴威兹利 是从高平灵之变起步的 所以我们就从公元249年 开始回顾 高平灵之变 司马昭全程参与了谋划和实施 是司马昭夺权成功的 关键助手 司马时继位 司马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虽然史书中没有明说 但没有司马昭的力挺 司马师不可能如此顺利的借账权利 这一点毋庸置疑 在司马师战场接连失利 内游外患之时 司马夫大败 围攻合肥的诸葛克 要说此战的胜负 直接影响了司马家族的前途命运 并不夸张 怪秋剑 驱兵讨伐司马师 希望司马夫站出来 与司马师划清界限 还政于操方 司马夫没有回应 将为逃袭大劫 司马夫赶赴长安渡君 驻司马昭坐稳了扶尘之威 进朝建立后 司马夫在官职 爵位和权势上 得到的封赏 都看成无语伦比 他和他的子孙们 霍锋的诸葫王数量 甚至超过了司马懿 这一支家族主席 而对于司马炎的封赏 司马夫没有辞让 他照单全收 不是靠着辈分 以老卖老 仅看司马夫对家族的贡献 他就配得上这样的奖励 他在垂暮之年 仍然执掌着 整个洛阳城的兵权 连续赴报了哥哥 和两个侄族的司马夫 又用余生 卫护了侄孙司马炎 最后一程 而在司马市戴卫自立的 这十六年接力中 司马夫表现出 心向卫士的忠诚 只有三次 分别是哭颂曹芳 哭颂并立主 以王公之礼 安葬曹毛 以及哭颂曹焕 可以看到 在关系到家族利益时 司马夫是直打关键局 生死战 绝不干锦上添花的事 什么废曹芳 立曹毛 杀曹毛 立曹焕 司马师司马昭兄弟 和司马昭司马炎 父子的权力交接 以及废除曹焕 建立晋朝等等 只要小辈们能办得过去 司马夫就绝不参与其中 而在忠语畏国上 司马夫只是哭天抹泪 表面功夫做足 什么实际的事 也没干 不得不说 司马夫虽然嘴上 一直强调自己忠于大位 但屁股却很诚实的 始终稳稳的坐在家族这边 从未挪动过 可能有人会说 司马夫虚伪 之所以言行不一 只是为了妖名而已 既想要家族红利 又不愿意担负备主之面 但事实 恐怕并非如此 我们看到 与司马夫同时代的很多大臣 都表现出了 隐形前后不一的矛盾 和立场摇摆不定的纠结 他们集中出现在 未进交替的 这一特定历史时期 这种现象 绝不是用司马夫个人 是个七十道名的伪君子 就可以解释的 如果我们穿越回古代 找到某个大臣 问这样一个问题 你的父亲和当朝天子 同时掉到水里 你会先救谁 猜猜他会怎样回答 这其实是一个封建时代 父亲和皇帝 谁更亲 谁更大的问题 忠和孝 是中国古代 两大基本的行为专则 但他们是有先后顺序的 忠在前 孝在后 毕竟只有忠孝一说 没有听说过孝忠的说法 孔子说 君君臣臣 父父自自 有人说 这是儒家的刚常和伦理次序 也有人说 孔子的原意 是说君主要有君主的样子 臣子要有臣子的样子 父亲要有父亲的样子 儿子要有儿子的样子 这是孔子在教授人们治国 与治家之道 但不管怎么说 这句话 还是有先后顺序的 先君臣后父子嘛 君臣是大一 当两者有冲突时 应该先遵循大一 儒家文化讲究天地君庆师 早在先秦时期 就有这种说法 这就相当于 是把伦理和祭祀的先后顺序 给挑明了 人首先要敬天法地 然后众军爱国 最后才是孝敬长辈和老师 可天和地都是虚的 君亲师才是实体 所以君王仍然排第一位 在父亲之前 实际上 从汉武帝霸出败家 独尊乳术 把儒家学说 作为皇权统治的正统思想以来 到最后一个王朝 清朝灭亡 你在绝大多数朝代 得到的回答 都是先救皇帝 只有一个时代例外 那就是魏晋南北朝 不要以为我前面问的 先救谁的问题 是在开玩笑 这个问题 还真有人问过 而且还是君主问大臣 有人可能会说 这不是送命题吗 是的 提出这些问题的人 是曹丕 当时曹丕还没有继位 身份是魏王太子 有一次曹丕在府中大宴宾客 在座的文武大臣 及士族名流 有一百多人 席间曹丕问大家说 如果君主和父亲 同时生了重病 但你们手里只有一粒药丸 你们会救谁 重宾客 开始七嘴八舌的讨论 有人认为该救父亲 有人认为该救君主 总得不可开交 只有五官中郎将长使秉原 坐在那里阴沉着脸 一言不发 曹丕见状便单独寻问 秉原 秉原生气的回答 救父亲 秉原是当时秦天下 最负圣宁的士人 属于是超一线民事的代表人物 与管宁和华西音并称为一龙 从秉原的态度上来看 他认为这一问题 根本就没有探讨的必要 因此秉原回答完之后 争论就宣告终止了 曹丕也没有再追问 要知道曹丕虽然还没继位 但他毕竟是储君 是未来的君王 当着他的面 仍然有几十位大臣坚持认为应该救父亲 而且曹丕的官职是五官中郎将 秉原是五官中郎将长使 曹丕就是他的主公 当着一百多人在场 秉原竟然一点面子也没给他留 关键秉原的回答 曹丕还默认了 当时士人们在忠孝之间的倾向 由此可见 两岸以查局去世 据笑脸说白了就是比谁更孝顺 这与士人能否获得官场的入场券 和后半生的师徒上线紧密相关 不过两岸的政局相对稳定 皇帝毕竟只有一个 中军仍是最受士人推崇的品质 但到了东汉末年 皇权是为群雄兵器 各地的测试 太守将军们纷纷自行开服 选拔征庇官员 中的概念从忠于皇帝一人 逐渐转变为辽蜀对辅主的忠诚 伴随着这些辅主一个个的被兼并剿灭 辽蜀们频繁转换阵营 社会舆论对于中的推崇就更加淡化了 到了三国时期 曹丕留三个政权并立于世 转换阵营的情况仍时有发生 与此同时 九品中正选官法的确立 使世人的家族背景和孝体之名 变得更为重要 司马氏在戴维兹利的过程中 多有不成之据 曹卫后期的三任皇帝 曹芳、曹茅和曹焕 两个被废,一个被杀 中这个字 司马炎实在是说不出口 于是西晋在立国之初 就从官方层面大力宣扬孝道 司马昭去世后 司马炎坚持扶桑三年 不一素食禁绝饮宴 大臣们屡次上书劝谏 司马炎都不依从 后来母亲王元基去世 司马炎有力排众议 扶满了三年丧 身体力行倡导笑句 西晋的开国功勋 大多都品行不端 但没有一个人敢在孝道上开玩笑 比如甲冲,聚丧以孝文 甲冲不忠,奸诈而产宁 但他却是远近闻名的大孝子 何曾奢侈,挥霍无度 但他姓至孝 寻以谄媚为了阿谀甲冲 曾称赞奇丑无比的甲南风 自得淑貌 但寻以拭目极笑 虽然寻以自己也已年过六许 但他每日伺候母亲 从不敢有一丝一毫的不公顺 母亲去世后 寻以毅然辞去官职 在家受孝 被伤到几度晕厥 何曾和寻以的孝聚 也让他们赢得了满朝大臣的一片赞誉 父子的作者傅玄就称赞他们 是百世之宗的孝子 是天下君子的老师 可以看到未尽之际的孝 已经完全凌驾于忠之上 甚至到了一孝之百丑的地步 不管有多少劣迹 只要是个孝子 就可以在史书和诗人口中 得到一份还不错的评价 而在那个时代 一旦孝道有亏 是根本无法立誓的 到了东晋 及之后的南北朝 政权走马灯似的更迭 皇帝满地跑 士们发现 不管谁做天子 只要家门不道 自己在官场上 就始终能保有一席之地 于是忠变得更加廉价 在忠和孝 这两个千百年来为二 被社会普遍认可 并推崇的基本道德准则中 孝 跃升为独一党的存在 彻底将忠踩在了脚下 翻阅古籍 我们能发现 一个十分明显的现象 那就是 威敬南北朝时期的书籍 往往充斥着大量 关于孝子至孝言行的记载 其数量 要远远多于其他任何一个历史时期 比如被人们广泛熟知的24孝 这本书的编者是元代的郭俊靖 里面的24个故事 都是从古籍中该抄 或者改编来的 如果我们把24个故事中的主人公 所处的时代拉出来 有人可能会质疑 这不是很正常吗 24个人里只有7人是 魏晋南北朝的 占比并不高啊 其实这些人物身处哪个时代 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们的事迹 是被谁第一个编写下来 并宣扬出去的 于是 当我们将这些故事的第一处处找出来 结论就显而易见了 24个故事有9个找不到原处处 郭俊靖 凭空杜撰的可能性不大 应该是元代之后失传了 剩余有据可查的 竟然过半数 都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才首次鉴于记载的 在这些孝子世纪中 有的是天油加醋 越传越神 比如富民养青 孔子嘉宇中说子鹿是个孝子 自己拿野菜充饥 却把米背去给父母吃 可传着传着 就成了子鹿 从百里之外给父母背米了 有的是语言不详 无从口证 在神话传说和历史人物中 反复横跳 比如卖身脏腹 还有的虚妄荒诞 根本不合乎常理 比如枯竹生损 卧冰球礼 和早在先秦时期 就以全家穿上了棉絮的 如意顺目 更有甚者 其虚假 雷人的程度 已经到了直逼神鬼怪谈 和灵异小说的地步 比如科目世青 比如埋儿父母 百善孝为先 孝是一种魏德 应该大力弘扬 这点毋庸置疑 事实上历朝历代 一直都有歌颂孝道的作品 比如先秦的孝经 西汉的孝子传等等 可以看到 出自两汉时期 文学作品中的孝举 往往是比较常规的 比如汉文帝刘衡 一不解代的时候 患病的母亲 并亲自为母亲 尝汤药 比如食肾义气的蔡顺 遇到饥荒时 去以外减食丧肾冲击 把熟透了的顺子 留给母亲 不熟的自己吃 刘衡和蔡顺的孝举 是为人子女者 应该做到的 也容易引导世人效仿 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 文学作品中 技术的孝举 就不那么常规了 要么就是握冰球里 那样的行为艺术 要么就像自门保险那样 听的 就让人头皮发麻 当孝举变成一场 蓄意的表演 在文人们的推波助澜下 社们不惜绞尽脑汁的攀比 找到更夸张 更劲爆的方式 来彰显自己的至效之据 其最终的目的 不过是为了邀明 获得一张上流官场的入场劝使 身处洪流之中的人们可悲 却并不自知 而跳出了那个时代的我们 在回看时 只剩了四个字的感受 令人作呕 这一现象 直到唐朝初年 才开始得到扭转 这其中的原因 除了唐朝版图一统 国座持久 政权相对稳定 皇帝的权威自然有所提升之外 与李世民个人也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说忠这个字 司马炎说不出口 那么孝这个字 逼负杀兄的李世民 就有点难以启齿了 李世民经常与群臣探讨 君民关系和君臣大义等话题 却很少聊什么父辞子孝 在同时期记录太宗政论的史书 《真观正耀》中 孝友这一张内容极少 是全书篇幅占比最少的几个章节之一 对比前一个时代浩如烟海 动不动就要惊天地 气鬼神的孝道狂欢 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改变 官方态度的转向 促使社会对忠的推崇迅速上升 孝被拉下深探 并逐渐走向另一个极端 唐朝之后的孝已完全被忠甩在身后 两宋及明清时期被官方和民间广泛推崇的几位英雄人物 全都是以忠君爱国为衡量标准的 孝可以作为加分项 但也不再是起决定作用的参考指标 想像魏晋那样 仅凭孝子这一条人设就登堂入世 海内文明乃至青史流芳 福音子孙 你绝无可能 用地图推演的方式回溯中国历史 用通俗浅显的语言传播华夏文明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就请订阅我的频道吧 感谢